凤林警分局和凤林政公所齐手合作 共同宣导反诈骗之事 借由健康站的活动 加强宣导居民反诈骗的意识 要守护长辈们财产安全还有居家关怀 凤林政公所推动反诈骗宣导 与凤林警分局在健康站 向民众宣导最新的诈骗手法 如假网拍、假投资、假检警、假交友 解除分歧付款、猜猜我是谁等等的诈骗手法 常见的六大诈骗手法与民众来分析 会出去把钱给借给他们账户 政长林建平也指出 提醒民众在街道陌生来电或是讯息时 请务必保持冷静 再透过正规的管道询问拨打165 反诈骗专线 请求协助以免被骗 每每跟我们分局长 我们在见面的时候都会谈起到这一块 所以说特别交代了我们所有工所的团队 我们援你了是不是在各个健康站 我们一周有十天的一个课程 我们在十个里 我们跟分局相关的业务单位 我们来跟凤林镇十个健康站 所有的长者来上这个反诈骗的一个宣导 那这一方面除了因应我们诈骗手法的翻新 很多现在诈骗手法都会让老人家 不觉得不自主的掉入他们的陷阱 那借于我们分局 我们反诈骗的一个整个的宣导之后 我们希望我们这些心地淳朴 善良的一些的长者 能够不要受到外面的诈骗集团的诱惑之后 然后造成了一个精神的损失 凤林镇公共所表示 合作模式值得学习与推广 警方也将持续促进与各界不同部门合作 进一步强化反诈骗宣导 提升居民的警觉性 共同守护社区的安全与和谐 记者林杰凤林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